很多基督徒有完美的终结 都是从信仰的历程开始 就活出美好的见证 如果他们是单身的 他们就用这个恩赐来荣耀上帝 如果他们已婚 就保持美满的婚姻生活 如果以为人父母 就认真的尽做父母的责任 他们忠心侍奉主 并且在灵命上不断成长 无论生灵的连日或长或短 他们都有完美的终结 来到完美终结 应对变化 《松容变老》第二篇的主题文章 很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看看人生会发生哪八种的变化 以及我们如何以圣经的教导来应对 我们需要应对的八种变化 当我和妻子 庆祝五十周年结婚纪念的时候 很多参加庆祝会的朋友都说 哇 看你两个都没有变 我们很喜欢听到你的说话 但是心里面却知道一个事实 并非如此 在我们的结婚相里面 我还有很多头发 体重六十公斤 但是现在金飞色比辣 我经常听到七八十岁的人说 我不觉得老 或者年龄在于心态 我也曾经讲过这些说话 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身体衰老的事实 事实上 我们的身体从三十岁就开始走下坡 我发现圣经中里面有三个建议 有助于我们应对身体的衰老 变老并不是令人无面子的事 看起来老一点 也不需要感到难堪 身体上有局限 也不应该被视为可恥的事情 圣经说 能够进入年老是一种祝福 阿伯拉罕去世的时候 是满一百七十五岁 瘦高连迈 安享天年 在以色列 老年人被称为长老 罗邦安王因为不理会他们的忠告 而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年长者应当受尊敬 并且视为有智慧的人 白发被描述为老年人的尊荣 我们应该将生命中增加的每一个年岁 都当做上帝的恩赐和感恩的理由 当然 年岁的增加也都伴随着更多的责任 身体的衰弱 并不会衰弱我们侍奉主的能力 保罗死信给他们的年轻朋友提多 敦促他教导老年人和老年妇人 让他们在属灵上帮助教会中的年轻人 在提多书二章一至四节提到 老年人应当有节制 头脑要清醒 温和 思想和言行要有理智 第二就是端庄 举止行为端正庄重 认真对待属灵的事 接着就是自首 要克制脾气 欲望和软弱 并且顺存无痴 要建立灵命健康 在信心 爱心和忍耐上 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对于老年妇人 就需要恭敬 对上帝和淑灵的事 心怀敬重 不要贪酒或者说长道短 另外也都要用善道教导人 教导和训练少年的妇人 让他们知道 外丈夫和儿女是不生责无旁财的责任 进入老年 是上帝的慈福 因此我们要留意 不要等自己成为脾气暴躁 故执己见 并且惹人讨厌的老人家 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成为保罗在提多书二章一至四节里面所描述的那种人 而现在正是开始这种灵命成长的时候了 耶稣担足所有人要把握现在 过好每一天 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一渐衰弱 当耶稣在马大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 不要为明天忧虑之后 他总结说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做到这一点了 我认识一位护士 他患有严重的多发性硬化症 这种疾病是会影响大脑和脊髓 并可能导致残疾 他清楚知道 自己逐渐丧失能力之后 就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 然而他仍然保持着开朗 有一天他对我说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离开了 但是我每一天都会尽可能地 擠出更多的喜乐来 尽管他必须依靠轮椅行动 说话和吞烟都有困难 但是我这位朋友 仍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 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我认识的另一位妇女 她和多发性骨髓柳 是一种痛苦的骨癌 抗争了大概十二年 在剧痛舒缓的日子里面 她显得乐观而且和外可亲 她本来可以为 随时发作的剧痛 或者死亡的威胁而优秀 但是她没有 她倚靠上帝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当最后的一日来到的时候 她极为平静安肠 为明天和未来担忧 是无可口非的 但是与其以消极的态度 思虑不可预测的未来 不如选择为今天而感谢上帝 并且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将未来交托给她 圣经向我们保证 不管上帝允许发生什么事 她都会公认给我们所需要的 她已经告诉我们 她不会让我们经历考验 而不赐下我们所需要的恩典 耶稣也都应许 她会一直与我们同行 这样的应许 给予我们的勇气和力量 去荣耀主 并且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当我们遵守基督的吩咐 明日的难处 明日担当 并且充实的过好每一日 就能够为我们的晚年生活 增添很多乐趣 我们年纪越大 就是越想让自己过得舒服 甚至整天坐在那里不动 但是这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我们都需要保持 适当的活动 当然 有些情况是过于活跃 有些人下定决心 要抗拒衰老 就摄取大量的维生素和补品 运动过量 并且花费大量的金钱 使得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 他们认为 只要足够努力 就可以制止衰老的进程 保罗告诉提摩泰听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小 接着保罗就明确表示 我们应该更加看重熟灵生命的操练 因为这个将会带来永恒的益处 运动和饮食自律 都值得鼓励 这样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好 并为我们在世上增加几年的高质量生活 但是仅此而言 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活动 但是更重视的是属灵方面的操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